迫不及待将彼此涌入怀中 夫妻相拥兄妹团聚 这一刻他们等了52天 尾巴休战后第二天幸运获释 13名被释放的以色列人之中 有五位来自同一家族 只是团圆的喜悦中依旧弥漫着哀伤 因为家族成员还有人受困加萨 相隔51天又能见到母亲 遭哈马斯绑走的以色列女童 紧紧抱着母亲不肯松手 尾巴休战四天至今已经有69名人职获释 包括四岁的美国女童 当地时间27号终于回到家人身边 被亲人围绕着女童露出灿烂微笑 这一刻家属有说不完的感谢 我非常感激烈 我们喜欢她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 我们的家属 我们是怎么知道 我们真的 我们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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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获释人职一一出院返家 但开心团聚之际 还有不少人职家属人在日夜担忧 坐在赛场中央 看着儿子热衷的自行车赛事 手里捧着蛋糕 要给26号刚满12岁的孩子 但人还在哈马斯手中 家属不放弃希望 只是不知道一家团聚还有多久 才能实现 TVBS新闻会宣布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赛事订阅 感谢观看